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对前总统朴槿惠进行首次公开的开庭审判 朴槿惠成为了继全斗患卢太渝之后 第三位坐上被告席的韩国前总统 戴着手铐 表情平静 但面容有些憔悴 朴槿惠当天身穿深蓝色西服从看守所出发 直接被押送到了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这也是他自三月底被逮捕受押以来 时隔53天再次公开露面 当天出庭的还有亲信干政门核心人物 朴槿惠闺蜜崔顺时和涉嫌行贿的 乐天集团会长辛东斌 当崔顺时走上被告席时 表情冷淡的朴槿惠恍若未闻 没有看向曾经的密友 首次庭审控辩双方激烈交锋 检方陈述称 包括朴槿惠在内的被告 为谋取私利 无视法律 伤害民意 检方将竭力证明他们的罪行 揭开事实真相 朴槿惠的辩护律师则提出质疑 称检方针对朴槿惠的指控 是依据推断和想象 而没有严谨的证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